你有什么憋在心里的你跟姐说 你咋说姐就咋去做 我被判除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吉特曼公司了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 是我嫂子要跟陈大哥打官司呢 那是我妹 我亲妹被人欺负了 我能袖手旁观吗 因为你这事 这两个老的 天天去给书记要磕头认错 你说这老两口 他人意吗 他们干嘛要去给书记认错呢 给外自己磕个头 这事就过去了 你说他怎么那么多事啊 人家是书记 他有一万个罚子让咱家过不好 这还没发生的事 为什么就当真了呢 那说不好万传家知道自己错了 他以后就学好 不干这混账事了呢 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 我就是想知道 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单单闹你 那没有当别人啊 马上吃饭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要去报案 我去告那个畜生 我去报案 现在可好了 嫂子把传家哥也得罪了 我就在这救人现眼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王家媳妇都把你砸成那样了 你还养着他们家丫头 我样家这口气 这种事你都敢自己做主啊 你说该谁又该谁啊 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 为什么单单闹你 怎么又当别人 别别别别 姐知道你难受 但你老这么喝酒遭见自己 也不是个事啊 他觉得不要我 为什么 他觉得我被人摸了 他觉得我脏了 幸福啊 你要真不回去啊 我怕这婚呢 真要离了 沈子 沈子 麻烦你转告一下我婆家 我妹子的事 她们不敢要说法 没关系 但是我不怕 如果要是真因为这事 她们王家就不要我这个媳妇了 那我也认了 你又是在找我要说法的 是 男朋友因为这事跟他分手了 他现在情绪很低落 这要是换成年闺女 衣服都被人扒烂了 然后身上被摸个遍 您怎么想 书记 这不叫闹婚 这叫耍流氓 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 那我要不跟你这说法呢 那我就网上告 那这么说 她家就不想要我这个媳妇了呗 看来你这个媳妇是铁了心了 为她娘家妹子的事 啥都不管不顾了 那幸运呢 我看她东西都不见了 你妹妹回城里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吧 啥就算了 这不叫闹婚 这叫耍流氓 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 那我要不跟你这说法呢 那我就网上告 那我就网上告 那我必须得要个处理 那我必须得要个处理